各位和大家看了兩篇文章 兩篇文章都是來自卓建明家的 兩篇文章亦是比較中國和美國的經濟 不過一個比較長時間一點 說70年 另一個是兩次中國舉辦奧林巴克比賽中間的14年 首先第一篇就是來自雷鼎明 他說用經濟學做眼睛 題目是中美70年的博弈 主要是美國錯誤地以揭制中國為核心國策 拜登亦同樣犯想同樣的錯誤 真正原因是美國浪費了太多資源干涉 其他國家的發展 以至自己國內的問題重新 政府亦欠債累累 通脹高企 跟大家看一些主要內容 在二次世界大戰時 中國和美國其實是民有 我們知道當時中國執政的國民黨 美國和國民黨的確是民有 但是戰後兩個國家緊張關係的時間居多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誤判了中國的國情和意圖 今天都仍然是這樣 所以作者就和我們回顧一下改歷史 其實在上世紀末 美國對蔣介石政府已經非常不滿了 雖然毛澤東向美國發出了信號 但是戰後的美國主要是戰略反共 所以沒辦法說得了 直至中國立國沒多久之後 美國發動了朝鮮戰爭 在這個情況之下 毛澤東也派兵 我們知道近期有兩套片 都是講朝鮮戰爭 中國的軍人勇猛 那種鋼鐵般的意志 在這場 朝鮮戰爭之中 中國軍隊硬生生 把美國打回三白線 知道 馬克約阿瑟將軍以三四個月 可以戰勝這個美夢打碎了 然後整個六七十年代 美國亦被越戰搞到焦打爛額 加上蘇聯的冷戰 所以戰略上要把中國拉來對抗蘇聯 而剛好中國亦視蘇聯為最大威脅 因此很快樂 搞到一個中美關係轉好了 在七十年代的前一半 美國雖然興起中國熱 加留團有很多 但是對於在中國發生的文革 他都好像 亡言無所事 好像不知道 直至去到七九年 終於 習近平接手 清除了文革的危害之後 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政策 這就是使得中國 走上一條富裕之路 美國眼見中國的腦是有益美國的 又有助於 制衡蘇聯 所以美國決定 扔了台灣 與中國建交 其中建交的條件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說 你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交 需要和台灣政權 是斷任何的外交關係的 在八九十年代 中美兩國都處於休養身色期間 關係比較平穩 中國也借助廉價勞工 於是就開始 慢慢富裕起來 其實 美國經濟也獲益非錢 因為 中國提供了廉價的 勞動力 使得他們那邊的公司 其實是賺大錢的 這個背景之後 我們看看 就是整個 中國崛起的形勢 2001年 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這個就是中國入世 入國世貿組織 當時來說 比起1978年 相隔 二十多年 中國的 體積已經是 之前的8.24倍 所以其實仍然看到 中國現在 以一個非常高的速度 增長 美國當然知道 但仍然覺得 你還差一點距離 所以仍然 無視 雖然有部份政客已經注意到 但是 仍然 小布殊仍然認為 我們還可以感受中國 因此其中也看到 在1999年的時候 美國有幾枚導彈射中了中國的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中國當時也無可內閣 使得美國人覺得中國仍然可以 仍然可以欺負 然後 到了2001年 那一年 出現另一個重大事件 就是911事件 這個可以說 中國國患亨通的一個表徵 因此美國就忙著反恐 中國就迅速加入這個反恐行列 美國更加沒有藉口對付中國 但其實這個 這個時期 美國已經開始有 一些顧慮 這個反恐帶來的機遇 去到2008年 差不多 都消費了 為中國帶了一個 新的安全期 但那時剛好遇著 美國的金融 海嘯 由這裏開始 第二篇文章 一樣會說同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 比較一下 在這一年 美國的GDP和中國的比例 已經降到3.5倍 記得上面 我們說到 2001年的時候 8.24倍 而去到 2008年尾 已經3.5倍 可以看到中國是繼續以非常高的速度增長 而且當時 美國很需要中國買 他的國債 持續持有美元儲備 因此 亦都 中美關係 能夠表面上平靜 表面上平靜了700年 但要注意 當時 歐巴馬已經著手 是建設 跨太平洋 夥伴協作 的關係 TPP 要把中國 孤立起來 TPP是沒有中國份的 今天CPTPP 都仍然是沒有中國份的 所以 這是美國想 將中國 拒諸 貿易 蓋圈外面 當然我知道 反過來 中國在 去年 達成了 RCEP RCEP今年正式啟動 所以 我想 美國此療不及 那麼 但是 另外一個 就是 奧巴馬下台之後 來了特朗普 特朗普把整個 本來奧巴馬的計劃 全部打碎了 於是 中國又有四年機會 雖然這四年 不停地打貿易戰 但我們肯定看到一件事 中國在 美國打貿易之中 是絕對 沒有任何輸適的地方 而貿易戰 科技戰 宣傳戰 香港顏色革命 等等 美國是沒有一行成功的 反而 搞到自己 現在的通貨 非常之 厲害了 其實整個原因 就是雷鼎 明說的 美國雖然 創地 以揭制中國為核心 國策 拜登也犯上同樣的錯誤 但美國已經 失去了 阻止中國復興的機會 舊其原因 是因為 美國浪費了太多資源 干涉別國的發展 以至自己國內問題重生 政府亦欠債累累 通脹高幾 中國則無追求 霸權 而是不斷集中資源 追求發展 超越自己 這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特色 他回顧 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人 人當然是最重要的 美國在1876年 成立了第一間新營的研究營大學 就是 John Hawkins 但今天的John Hawkins 也有很多笑話 譬如 仍然說 對付全球 突然發生的疫情 美國是對付最好的國家 和 這個 在2019年 發出 我們沒有反對 到了2020年 看到 仍然是這樣 2021年 也是這樣 所以 John Hawkins 已經 沒有了研究獨立的地位 這是他們的問題 開始了 有科研體制 帶來 美國100多年來領先的科技和人才紅利 但是未來情況就會變 要看看 各種 跨國量度 學能的 PISA 中國在數學和科學上 排第一 15歲 學生 全球第一 美國是排37 科學18 未來人才競爭 已經 知道一半了 接著回來 看第二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 作者就是 張建雄 北京兩界奧運的 14年 中美大變 2022年2月4日 立春之日 北京的東櫃奧運會正式開羅 在2008年8月8日下 晚上8時08分 北京奧運會也開幕 而這個北京奧運會開幕 是中國崛起的一個轉捩點 雖然當時中國的體量只是 美國20 但是 去到 比較起 2000年的時候 已經增加了一倍 在 2008年8月8日之後的 38日 即是9月15日 雷曼兄弟破產 美國金融大危機 這時財長 親身 飛去北京求助 中國 亦不想 最大市場崩潰 加大國債的購買量 去到100億 1萬億美元 即10% 夠了朋友 但好可惜 美國只是尊重敵人 不會尊重朋友 所以 當地人 應該不是一個壞事 此後8年 中國的外匯增長 購買美國國債 曾經升到 1.25萬億 成為 最多國債 後來也放回一點 而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長 前後14年 中國現在已經超過了德國、日本 成為世界第二 在2021年 中國的 國民生產中值 已經有 20% 升到77% 有人計算 大約80% 差不多追到 我覺得還有 20%左右追到 而美國的國債 亦都由 本來的20% 國民生產總值 升到現在的132 當然 美國好處可以把利率壓到近零 不用給利息 但看樣子可能會變 特朗普 當任4年 國債由20萬億 增加到27.7萬億 近8萬億 平均一年 2萬億 拜登上場一年 厲害 增到30萬億 增加了2.3萬億 亦都破了特朗普的記錄 同樣 有7%的通脹記錄 亦都破了近40年來 2022年2月4日立春 北京就舉辦 東奧會 西方領袖不來 但其他都來了32個 38日 上次的38日雷曼事件 38日到3月14日 美聯儲 大概率會加息最少0.5% 如果出人熱療 美國會發生什麼事 新的雷曼事件 黑天鵝 灰西牛 黑天曉得 反觀 亞洲經濟在中國帶領之下 超過美洲 現在 已經是39萬億 比34萬億 現在慢慢 中國 在亞洲 帶領著 一班 亞洲這邊的朋友 開騰了RCEP之後 這邊的經濟會繼續上升 但美國那邊的國內問題 的確非常嚴重 現在我們只在看經濟問題 他的國債 他的通脹 但是 再深層之一點 他們的 人才 一樣 相信會大量流失 他們自己國家的 安全 有大問題 和 兩個大國 中國 和俄羅斯 想同時競爭 同時開戰 我覺得他就力有不遞 所以現在整個情況 已經非常大的扭轉 亦都很相信 在今年 他們的其中選舉之後 拜登政府將會變成一個 批腳鴨政府 因為我很相信 他會輸在 美國兩個議院 即是眾議院和參議院的絕大多數議席 現在他在 參議院已經是 50對50 靠副總統 增加唯一一席 來保持 可以在 參議院 行事 我很相信 到了中期選舉之後 拜登會損失 這件事 變成 這個批腳鴨政府 可以多捱兩年 這兩年中國不知可以做些什麼 中國可能又再發展多些 當然我知道中國也有自己發展的問題 這個無可否認 但是 中國的發展問題 是可解決的問題 而美國現在面對的問題 是 無法解決的問題 譬如疫情 是無法解決的 因為 他人民不聽話 亦都沒有 政治的意志力 去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的槍械問題 亦都不能解決 他們的貧富懸殊 體養亦都解決不了 要向有錢人增加稅款 我肯定他們做不了 換句話說 一邊 中國這邊 遇到 問題 大家都有 但中國的問題全部 已經有了方案 去逐步逐步解決 逐步逐步施行 但美國遇到的問題 他們只可以將它掃落地毯底 將它踢軟 它是無法解決的 槍械問題是這樣 保安問題是這樣 他 這樣搞下去 只有在內部搞得越來越亂 當然大家聽到 已經說了體坦 美國應該有很來下的事 但是 大家 如果仍然需要多看資料 大家可以去看多些資料 我想你得到同樣的結論 是很容易的事 看看你願不願意 看這件事實 從事實說話